当王小飞遇见飞行了一圈之后 很快就明白过来 这里真的是地球 而且是地球的南极核心区域 再次回到了这门户之地时 王小飞就发现 这里其实以前也是有着一座 冰原阵法保护着的 可能是随着地球上灵气的弱化 现在这阵法已经停止了 不过就算是停下了阵法 这个地方仍然没有人类到来 南极核心区域啊 就算是王小飞这样的修真者 也感应到了一些寒意 王小飞现在真的是充满了疑惑之情了 月球到地球就是一步的距离 这也太扯了一些吧 向着寻宝兔看去时 只见寻宝兔正在远处轰击着一处冰层 王小飞过去时 一眼看到的竟然是 那冰层被寻宝兔一轰之后 一个巨大的天坑就出现在了那里 心中震动 王小飞过去一看时 眼里面就透着深深的震撼之情 之间 这也并不完全是天坑之地 有一条通道就出现在了这里 再看那有着冰层覆盖的情况 王小飞满脑子都是疑惑之情了 这里明显并不是一般的地方啊 看得出来这里有着人工的痕迹 只是这人工的痕迹因为年代的久远 而显得淡化了 冰层之地也是阵法的原因形成的 现在那阵法松动之后才被兔子轰击 只要加入灵石 阵法仍然能够恢复过来 随着这冰厚的打开 一股灵气冲天而起 王小飞深吸了一口气时 全身都感觉到了一种活力 难道这才是御寿宗的门派种地? 王小飞知道寻宝兔应该是发现了 这里有着宝物才来这里撞击 就算是他也不一定知道这里的情况 神石向着这下面的深坑探查了一阵之后 王小飞飞升而起 就向着这深坑的下方而去 由于真气的激荡 王小飞并没有快速地下降 而是缓缓地下降着 向着四面的山壁看去时 王小飞还是发现有着一些人工的小道 这应该是供人从这些道路上穿行的 手中抱着的群宝兔 这时对王小飞道 主人,对面有一株灵草 王小飞向着那岩壁过去时 果然就看到一株 应该是有着数千年的灵仙草 在那里生长着 这种灵草 王小飞还真的是没有 这是一种在原因期 都能够用来炼制丹药的灵草 王小飞快速地 就挖了种在自己的戒指里面 挖了这株灵草之后 王小飞对于这深坑里面 又多了一些期盼之情 半个时辰之后 王小飞终于到达了底部 现在 王小飞对于这地下的情况 也是吃惊了 就算是他这样的人 都需要花半个时辰的降落 才能够到达 也不知道那些从山壁间的道路上 下来的人需要多长的时间了 还没等王小飞从这吃惊中 反应过来时 一个让他更加震惊的场面 呈现在他的面前 啊 王小飞睁大眼睛看向了前方 前方有着一个入口 这时目光所及 从那入口的地方就看了进去 只见那里面完全就是一个 非常明亮的空间 在那空间里面 有着绿草 大树 更有着鸟语花香 这是什么情况 王小飞 整个人都呆住了 心中有着严重的怀疑之情了 这真的是地球 王小飞想到的是 上方那冰雪的天地 再看看这眼前的一切时 王小飞真的是 无法淡定了 稳住了心神 王小飞向着那入口的地方走去时 刚到了这里 就明显地感受到了一层阻力存在 有着壁垒 王小飞用神识颤谈了一下时 神识中传来的就是 完全被这层无色透明的东西 吸收了神识的情况 这是什么 王小飞发现 自己根本就无法知道这里的情况 并且还很难进入 这是真正的地心空间 网上王小飞也看到过 许多关于有关地心空间的说法 并且也说有人曾经进入过 可是对于这种说法 大家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王小飞也不相信 这里就有着这样的空间存在 可是现在王小飞却是 不得不信这样的事情了 到底进不进得了呢 王小飞还在这里疑惑时 只见寻宝兔也是不管不顾的 就撞了过去 只见寻宝兔冲过去时 竟然被一股很是阴柔的力量 又反撞了回来 在地上滚了几圈之后 寻宝兔看向王小飞道 主人 这地方很怪 我进入不了了 王小飞在这里沉思了起来 心想 既然有可能是御寿宗的重地 这里应该是能够进入的吧 当然了 王小飞也不相信 这里纯粹就是御寿宗的地盘 有着那通向月球的门户存在 远古时在这里的门派 绝对不会少 他们都能够进入 没道理自己 无法进入啊 想到这里时 王小飞伸手 就向着那门户的地方 摸了过去 果然 当他的手摸到了门户那里时 明显就感觉到自己的手 是摸到了一种 很有弹性的能量体 修真者能够进入 王小飞把这事想了一下时 心中一动 真气就运转了起来 然后让自己的全身都布满了真气罩 随着这真气罩的形成 王小飞的手上传来的就是 这层防御仿佛消失了 能行 看到这情况 王小飞的心中大喜 一把抱起了寻宝兔时 王小飞向着那门户里面 就走了进去 一步迈出 王小飞就发现 自己真的是站在了这门户里面 并没有如同寻宝兔那样 被弹开 有门 王小飞 王小飞又是一步迈出之后 整个人真的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好暖和 一进入到里面 王小飞就更加吃惊地看向 里面竟然有一轮太阳挂在那里 只是 王小飞发现 这太阳看上去有些朦胧 并不是地表上的那么真实 这是投影 看到太阳的这个样子 王小飞就有些怀疑 这就是地表上能够看到的地球的一种投影 这地心之地果然充满了神秘感 外面的地表是夜里 这里却是阳光明媚的景象 王小飞向着这里面看去时 一眼望不到边际 到处都是鸟语花香 到处都充满了灵气 以前 王小飞对于地下有着空间的事情 是想不明白的 他认为地下如果真的有了空间 地球还不得坍塌 可是 进入到了这里之后 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天真了一些 这地下的气体看上去 足以支撑整个地表 当然了 如果说有什么不适的地方 那就是 王小飞发现 自己在这里时 全身有一种强大的强力感传来 现在王小飞无论是飞行或者行走 都感觉到非常的吃力 越是向里走 王小飞就越是感觉到 这里的一切都透着怪异 以前王小飞已经认定了 地球上是没有灵气的 也不适合高阶的修真者存在 可是到了这里之后 王小飞发现自己的认知出现了问题 这里的灵气其实并不弱 不仅是不弱 还远远地超过了地球表面 置身在这里时 每一次呼吸都感觉到 全身真气变得更加地活跃起来 在这地下的世界里面 王小飞已用神石向这四处查探过了 这里面很大 神石都探查不过来 除了这里有着强大的重力之外 一切与地表没有两样 寻宝兔在这草地上是最活跃的 它一路上都在跳动 仿佛这才是它的家园 王小飞用神石四处查探了一遍 发现这里有着大量的野兽存在 刚刚看到的一只野鸡就如同一只大鸟 能够一飞好远 到了新的地方 王小飞也不敢大意了 一边行走 一边把自己的防御也加持在身 王小飞最担心的就是 一个不注意就被人暗算了 这是远古时候就存在的地方 至少有一个门派在这里面存在过吧 现在王小飞就有着太多的疑问 当然了 最主要的疑问就是 这里面既然拥有着浓郁的灵气 修真者就没必要全部离开 既然是这样 这上面又有着一个到月球的通道 想必修真者应该会在门户这里守护什么的 可是到了现在也没有看到一个人从这里出现 还有就是 那月球上既然也有着门派的遗址 那些人到底到了什么地方了 那李辉说过 有女修在月球之上 是通过天道离去的 她到底与这里有没有联系呢